男孩真是太幸福了 他只是找爱神许了个月 爱神便承诺一年之内 便会让他遇到一百个痴迷于他的女友 于是他刚入学 就遇到了两大校花级美女 不仅总是故意装作脚腾 让男主前去搀扶 而且只是喝个饮料 美女都会以自己喝不完为借口 让男主先喝 然后立马抢过饮料品 实现所谓的间接接吻 于是在这种疯狂的追求下 男主只能为了世界和平 走上了脚踏一百条船的道路 可这并不是他的本人 他的愿望 只是想找到自己命中注定的唯一女友 不料爱神根本不听 上来就要送他一百多个爵士名 而且由于数量太多 只能加快认识的速度 于是他只是正常的向前走 就被两个校花撞倒在地 接着几时一个对视 两个校花便被爱情的电流瞬间击中 同时爱上了男主 而就在男主准备上前道歉之际 茶里茶气的小粉豪 便抢先发起了爱的情味 这男主哪能顶住 当即手忙脚乱的连连同意 并准备伸手去拉小粉豪 逼得傲娇的小黄毛 只能有样学掉 男主倒没有关注是不是装的 反倒是看到美女因自己的受伤 心疼得不要不要的 当即抡起拳头就抽象了自己 而且一拳更比一拳合 并不停地责怪着自己 竟然让两个美女同时受伤 美女见状也是懵逼了 立马站了起来阻止男主 可男主却突然机智地询问 你们的脚不疼了吗 不料两个美女再次瞬间倒地 反正就是要男主送他们去医务室 直到听闻路过的同学再说 只要在学校的中庭找到四叶幸运套 就能实现百分百的告白成功率 两个美女才找到了新的目标 当即飞奔下楼去找四叶幸运套 可不知不觉便过去了八个小时 男主都准备放学回家了 却发现两个美女人在中庭趴着寻找 这可把男主兴奋坏了 当即拿着两瓶饮料前去搭话 不料下楼后 却只看见了傲娇的小黄毛 男主便趁机送上饮料 小黄毛那叫一个害羞 拿着饮料便陶冶式地离开了中庭 而一转身的功夫 小粉毛却突然冒了 男主当即送上饮料 不料小粉毛再次上演了高级茶饮 可男主却没有多想 当即便打开饮料喝了一口 接着才递给了小粉毛 小粉毛瞬间激动地不行 手也不受控制地开始躲 导致饮料全部撒到了地上 却让他心疼不如 好不容易搞到的 渐渐接吻也不怕 他一咬牙便准备直接搞 不料小黄毛却去而复 当即戳破了小粉毛的心理 而两人为了争夺先机 直接转身冲向了男主 男主哪见过这个 当即推脱明天再做答复 然后立马找上了爱神 询问自己该怎么办 不料爱神却说他也不知道 但他知道的是这一百分钟 全都是男主的真命天女 而且如果他们没能和男主在一起 便会受到天道惩罚 甚至失去生命 这下男主更丑了 他甚至想过明修战道暗度陈仓 先表面拒绝两人 再私下里偷偷和两人分别联系 这样就能同时救下他 并满足自己的私欲 但真当要答复两大美女之时 男主还是过不了心理内观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这过分的情形 立马引来了小黄毛的抗议 可即便这样 男主也不愿意去欺骗他 于是他在昨晚便潜入了学校中间 通过一整晚的寻找 终于找到了两朵四叶幸运草 他想借此证明 自己是真的同时喜欢两人 才无法做出选择 而小粉毛眼见男主如此真诚 便主动靠了上来 直眼脚踏两条船并不是什么大事 自己愿意和男主在一起 小黄毛健壮也急忙上前 答应了男主的请求 准备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但只有男主知道 后面还有98个美女 想想都觉得难以应付